花蓮返捕风养鸡场设置案 30号的下午1点是在光风农会前集结抗议 地方居民不满没有事先的沟通 养鸡场更设在阿美族的传统领域内 以及居民取水的水源地 忧心会污染到环境 县长徐正卫稍早在光复分队的动土典礼上致辞说 希望大家可以让业者有个说明的机会 如果大家还是觉得没有共识反对 花蓮县政府就会倾听民意 站在民意的一方 而对环境有疑虑 县政府就会扯照 高喊这口号强烈表达不满 朴丰企业预计在花蓮受风凤林光复设置六处的养鸡场 反捕风受风凤林光复自救会率领知名拉白布条抗议游行 就在光复的光丰农会停车场来集合 强调不管要抗议几次都会全力阻挡捕风在花蓮设厂 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乡亲都反对捕风 现在政府为什么还听不懂呢 捕风还听不懂 我们就不欢迎他们来 我们要把捕风赶出我们花蓮 捕风不断 捕风不断 我们知道这个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我住教会的立场 就整个教会的立场 我们一致反对 拒绝普通 就在稍早光复分队动土典礼上 花蓮县长徐正伟致辞的时候说 希望大家可以让业者有个说明的机会 如果大家还是觉得没有共识 反对 花蓮县政府就会倾听民意 站在民意的一方 对于环境有疑虑 县政府就撤照 可以很好的让业者能够来跟大家说明 之后 大家还是觉得没有共识 反对 花蓮县政府 倾听民意 我们站在民意的一方 对于环境有疑虑 我们就撤照 光复乡长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 县议员也都到场申援 并且表示花蓮县目前 没有花蓮县畜牧场管理 自治条例可以监督财团的开发 也会要求县政府尽快制定 并且已经组成专案小组来监督 记者高双双光复乡采访报道